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百家讲坛走进遵义 我们知道1935年的1月15号 红军就是在这座小楼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015年1月15号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的纪念日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会议 我们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来到遵义 为大家特别制作奉献了这个系列节目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为什么会有这次遵义会议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 王民的左京教教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而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战略战术 遭到了反对和排挤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迫使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 初期红军搬家式的战略转移 使得行军速度非常划烂 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 对红军事情围追堵截 1934年12月 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敌军的四岛封锁线 但红军自身却也付出了残壮的代价 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 仅剩下三万多人 此时的红军前途未斗 中国的革命又该走向何方呢 敬请收看百家小谈戏的节目 改变中国命运的宗益会议 今天我们会请来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员刘金田老师 下面我们就掌声有请刘老师上场 欢迎你 刘老师是专门研究党史的专家 我们知道啊 其实当年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 原来是没有打算到贵州的 可是后来呢 却来到了贵州 而且在这里召开了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议 这当中啊一定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掌声有请刘老师从头到来 1934年10月10号的晚上 红军被迫长征 特别是在乡降政院遭到严重的失败以后 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博古 他痛心疾首 深感自己要负一定的责任 他又痛心又灰心一筹莫展 在行军的路上 他不时地掏出一把小手枪对着自己下笔画 红军军团的政委 尼蓉真看到后 十分严肃的对他说 你可别这样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防止走火 作为领导人 越是困难 又要敢于负责 李德 很拔负的李德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过去那个拔负劲了 他一面安身叹气 一面又伪过于人 他首先拿红二十二十四的师长周子坤开刀 这个是在香江东安主级敌任的时候 被打垮了 只有师长周子坤带着十几个人突围出来 李德一面辞职周子坤 一面命令几位班的战士 把他捆起了 送叫军事法庭来处置 这个时候 毛泽东站起来说 周子坤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 毛泽东找周子坤谈话 鼓励他好好带兵继续打仗 我们知道香江失败以后 红军指导指战员 都在思考的同样一个问题 从第五次反围角到现在 这究竟是怎么了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文天 也回忆说 长征出发后 我和毛泽东王家强住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和王家强 解释反武士围剿中央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我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说到张文天和王家强 不妨多给大家介绍 张文天 优名落朴 中学毕业后 被党送到了苏联博士和中山大学 1931年回国后 在中共中央担任宣传部长 1931年的9月 中共临时中央组成的时候 张文天也是被王明指定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 1933年的时候 张文天随临时中央来到了中央书区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张文天在中央书区 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排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过程当中 他也诚实积极分子 第五次反围剿 开始后 在一次中国军委会议上 他对博古说 你不要过分的依靠李德 你要有自己的主张 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外国人 结果和李德两个人吵了起来 吵得缅红而吃 不化而散 再说到王家强 王家强是1931年 就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以后 组成了一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团 来到了中央书区 在中央书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时候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毛泽东在赶南会议上收到了批评 王家强也是积极分子之一 但是随后王家强开始逐步的摆脱王明左倾教肖主义的叔父 越来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后来说 长征以前我在政治局只有一票 后来我觉得实在不行了 我就做了王家强的工作 王家强接受了我的意见 我又通过王家强做张文天的工作 毛泽东自己也在做张文天的工作 这个在长征之前就开始了 但是毛泽东长征之前住在一个古庙里面养病 张文天去看毛泽东 两个人就经常的出戏长谈 讨论对第五次反围角的看法 越谈越谈 张文天对毛泽东的感觉变了 长征出发以后 毛泽东张文天王家强三个人被编在一起 他们一起行军一起输赢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 毛泽东就开始跟张文天王家强 蒋第五次反围角中 博古理着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他们两个人就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过了湘江 红军虽然脱离了铺在眉急的危险 但是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判断出 红军仍然要摆上 和红二六军头会尸 并且在红军摆上的道路上 布置了封锁线 调集了二十万里兵力 企图阻止红军沿着乡情边境摆上 前途怎么样 毛泽东面对着这漫漫之途 他在翻阅广西老三界的途中 毛泽东写了十六字令 持三首 山 快马加鞭卫下安 金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玉兰 奔腾吉 万麻战犹憨 山 刺破惊天 恶未残 天欲坠 赖以住其间 四人毛泽东 这里写了 山的静态 山的动态 更写了山的精神 毛泽东把革命的浪漫主义 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集合 这里的山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央红队的化身 他写出了一种精神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过了老三年以后 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开始公开化了 毛泽东 张文天 王家强 开始公开的批评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中央的军事路线 在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上 毛泽东说话了 他向中央提出了他的不同的意见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到了哪呢 到了湖南的通道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啊 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按照原定的计划 继续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一天 张文天去找毛泽东 张文天和毛泽东谈到了 中央红军通过四道封守线以后 红军遭受到了严重损失 谈到了红军 现在如果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蒋介石又布置了 道道封守线 这个情况 张文天问毛泽东 红军下一步究竟往哪去啊 毛泽东分析了命令的敌情 毛泽东说 我们不能北上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我们应该改向 敌人力量薄弱的贵重 西境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 无疑是正确的 首先 可以避开强大的敌人 这个时候红军啊 是空前的简缘 而且十分的疲劳 你要与比自己力量五六倍的敌人去打仗 这肯定是不利的 第二 红军可以寻找薄弱的敌人 来打 争取主动 而且在国民党格鲁的军队当中 前军战斗的坠落 第三 可以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布置的 要消灭红军域出湘西途中的计划 而且还可以形成于红四方命运和红二六军团的点竹之势 这样的有利于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 12月12号 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 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参加的人有 博古 周恩来 张蒙天 毛泽东 朱德 王家祥和李德 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召集的 会上 博古和李德坚持按照原定的计划 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要北上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你要去比自己多五六倍的敌人去打仗 蒋介生已经在那儿调集了二十万兵里 而且不足了四道调宝和防御线 张王已带 请军入翁 会上 王家祥和张文天在发言中 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朱德和周恩来也表示赞成毛泽东 李德看到这种情况 十分生气 愤而退出会场 博古看到这种情况 没有再说话 这次会议跟以往不一样了 会议最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 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吸出贵重 当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 中国军委就定令 我军明十三日继续吸进 这是毛泽东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第一次在中央会上有了发言权 而且第一次他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特别是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提出 继续细径 进入贵罪内地 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不仅在会上得到了洛普和王家祥的支持 而且还得到了 从这个时候起 准备导向中央三人小组 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 结果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 红军主力继续吸进 占领离平以后 这种争论没有停止 而且越来越激励 12月18号 中共政家又在离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博古提出了 红军由秦东继续摆上 与红二流军争会合 博古提出了这个建议 还坚持这个建议 但李德这一天因为发烧 他没有参加会议 但是他请人把他的意见带上去了 就是我也坚持 红军继续摆上 与红二流军争会合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 在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了 西境川前 建立川前根据地 我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 李德因为争论失败而大怒 从此我和李德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离平会议结束以后 周恩来把离平会议的决定的一文送给李德 李德一看火冒三丈 用英语和周恩来两个人对吵起来 吵着吵着 周恩来突然用力一拍桌子 桌子上放了一盏马灯 马灯一下子就跳起来 吸力了 李德没看到周恩来这么一个人 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 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一时扔了一下 也就不再说话了 后来伯古听到了这件事 也对周恩来说 别理他 也是支持周恩来 离平会议决定 红军向着以军役为中心的前摆进军 为了给敌人造成 红军要摆上跟红二流军团会合的假象 中国军委命令 实行离平会议的这个决定 这个时候 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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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 再次发弹 拒绝过江 要求回头东京 与红二流军团会合 在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现役下 中国中央在猴场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会上金普批评了博古 这个决定意义很重大 就是实际上撤下了李德对军事的指挥权 两天以后 中央书记处 职呈各军团首长 要把这个决定传达到团以上干部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离平到遵义 沿途争论更加激烈 在争论的中间 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统治 王家祥回忆说 一路上 毛主席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 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 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 以更加坚定了 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 最早是由王家祥提出来的 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主意 建议他 说你先跟张文天通通气 1934年12月的一天 两副担架 在行到贵州黄平的一片菊林当中 停下来了 躺在担架上的张文天和王家祥 把两副担架冰在一起 头靠头的交谈着 那个时候张文天啊 由于身体不好 他是坐着担架行军 王家祥呢 因为腹部收了上 也是坐着担架 他们一起行军 一起输赢 两副担架 常常走在一起 这个时候 王家祥就问张文天 说我们这是战略转移 中央最后把目标定在什么地方 张文天忧心冲冲地说 哎 哪有什么目标啊 你看这个仗 这样打下去行吗 王家祥就说 是啊 事实证明 伯古 李德 他们这样只会不行 张文天又说 毛泽东打仗有办法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由毛泽东出来领导 王家祥听到这儿 马上说 好 应该这样 到时候开个会 把他们轰下来 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张文天和王家祥当时的那次谈话 在后来党史研究上 被称为菊林谈话 关于菊林谈话的许多细节 今天已无从考证 但是当时谈话的时间和大致地点 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1934年的12月份 地点应该是在遵义的黄平 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贵州的黄平 1934年12月的下旬 在这里发生了菊林谈话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这片菊林应该是非常茂密 粗壮高大的 80年过去了 当年的那片菊林已经不够存在 但是今天在这里 我们非常惊喜地发现 一片崭新的菊林 正在茁壮地成长 在我身旁的是 尊义士历史文化研究会的 副会长葛振亚老师 葛老师您好 葛老师 这片菊林 据您的了解 是当年菊林谈话 确切地所在地吗 是 菊林谈话就发生在这里 这个了解 当年菊林谈话 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就是红军当年冲破 敌人的重重封射线 长征来到黄平 这个部队呢 就经过这片菊子林 这时候呢 敌人的飞机来了 哎 部队就埋伏在 菊子林里边躲空隙 但是红军的领导人呢 张文天 因为身体虚弱 他是做担架长征的 还有呢 就是王家祥 他受了伤 他也做担架 在这个菊林里头呢 两架担架呢 就是头对头 这么放着 两位领导人 就躺在担架上 就看到这个 青枝碧绿之间呢 红红的 全是菊子 他们就开始了一场 一条重名的图画 我们黄平啊 粗产这个菊子呢 又大又红又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菊子 这个菊子 跟我的拳头 一般大小 真的是红色的 不知道当年 两位主人公 是不是吃到了 如此酸甜可口的菊子 但是两个人的对话 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他们在这儿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菊林谈话 只是提出了 召开追议会议的动议 但是最终要召开追议会议 还需争论比更多人的同意 当天晚上 王家祥就把他和张文天谈话的内容 首先给彭德怀打电话 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几个人这么一传 大家都同意 都同意要召开一次会议 把伯独李德给拉下来 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个期间 王家祥也同红衣军团的政委 丽荣臻交换过意见 相将战役以后 丽荣臻以为脚伤 住着担架 那么他只能跟着中央的军委 重队来一起行军 这就和王家祥有了接触的机会 王家祥就对易容真说 说我参加了中央输区的第二次 第三次反围剿 这两次反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都是因为毛泽东的 幼敌生日的游击战略的战略方针 所以你看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到现在 红军事每次打仗都失败 我觉得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 李荣臻听了以后 表示我完全赞成 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 不过要开一个会 在高级会议上 通过一个高级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王家祥一看 李荣甚至是这个主义 他说是 要开会 要在什么地方开会 这就我下面还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 因为在第五次反围剿争 和李德一镜不合 被李德贬到红武军团 当上红武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成 又被中共中央 重新任命为 红军的总参谋长 兼军委中队的司令 脱布吴将的战役 就是由刘伯成指挥的 1935年的1月1号下午 中央红军从回龙场 江界河 茶山关等渡口 开始强渡吴将 红衣军团的11团 组织了八个战士 这八个战士水性非常好 组成了一个突击队 乘着主法准备强渡吴将 主法刚刚起到吴将中间 由于水流湍急 主法翻了 八位战士迅速的被江水给吞没了 也就在这天的傍晚 红衣司又组织了一团三团 36名水性好的战士 组成了一个突击队 他们在义营营长 勋机县的指挥下 趁着主法向吴将的对岸划取 据当时担任红衣团团 上的杨哥这回 红衣司一人的战士们 乘着主法强行步枪 不多久就看到对面山上 红光闪闪 红光中加着轰轰的声音 听得出这是手榴弹 撑到敌人标堡里面爆炸 可以肯定 是我们的战士 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 随后是机枪声 步枪声 喊杀声 响成一片 我们的战士 突破了乌江天线 红衣团和红衣团 又赶紧扎起了三十多个主法 而且这三十多个主法 把他们连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浮桥 而且立即组的强度 打到一月四号 红衣军团的主力 和红衣军团 就从回龙塔这个渡口 渡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 红二世的四团 在江建河的新渡口 也组织了强度 四团一营三连的连长 叫毛振华 他先是带领了 七名战士 求度 想游过去 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他又率领了四名战士 趁竹筏 偷偷的划到对岸的峭壁下 隐蔽起来 等到第二天的天刚刚亮 他们就突然发起了攻击 打着敌人措手不及 而且很快的就打到探头身体上 就在他们在探头阵阶上和敌人战斗的时候 这一边 赶紧组织 红军战士 趁着组法 渡过将去 正在战斗 非焦灼之时 侯尔斯的师长 陈光 带领着炮兵连的连长 神炮手 赵章成 向对岸 连打了三发炮弹 那真不愧是神炮手啊 这三发炮弹 正好把敌人向我们探头阵地 冲击的 那一大批敌人 打垮了 稳住了阵营 最后经过1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 江建河的新渡口啊 架起了福桥 红武军团和中亚军委中队 从这儿通过了 乌江历来 以两岸悬崖众效 水流湍急 寒多故乡而文明于世 号称天险 当年红武渡江的茶山关渡口 又是一种怎样的风貌呢 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下面乌江的情况 好 这乌江是长江的一级之流 那么这条大江流过前百高原 在石魂岩地貌 几百万年的冲刷 形成了山高古深 水流湍急的大峡谷 大峡谷的两岸都是悬崖峭壁 这个山路非常陡峭 江水汹涌奔流 号称前北的天险 我们在往茶山关走的路上看到了这么一块石碑 我们让格老师跟我们讲讲这石碑的故事好不好 好好好 这块碑呢是清代 立在乌江边的一块石碑 这个洞叫红崖洞 当时敌军就在这里架着机枪 封堵红军 就在这儿吗 架着机枪 这个叫红崖洞 这个碑文上面呢有诗句 你看 这第一句 闲也乌江渡 茶山有险绝 长河一线穿 绝岸千任职 他还讲了哈 如果你来到乌江的话 勒马及风头 墓悬 魂飞跃 夏林不测冤 尚是悬崖壁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夫当官万夫莫开呀 就是乌江天险呢 古人早就有这样的定论了 所以天险之称自古就有 对 那我们走吧 我们就把下头 走 好 格老师 我们现在下去的这个渡口 是当年红军渡过的这个渡口 叫什么来着 茶山 茶山关渡口 好好好 我们再往下走 走 我们再往下走 慢一点啊慢一点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江水 没有描述当中那种湍急呀 的那种状况 在乌江干流上实行水电的T级开发 在上游建了乌江渡水电站 下游呢 还有个构皮滩水电站 这两个水电站的大把蓄水以后 本来就是说 急流滚滚的这个乌江啊 就变成了平静的高原平湖 所以就失去了往日乌江的那种汹涌奔腾的气势 那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时候 当时的水流水速大概是多少 当时啊 因为这个乌江渡 当年这个江面啊水位更低 水位更低 江面更窄 乌江在这个地方呢呼啸而过 每秒的水流速度大概有四五米这样这样子 还在人在山顶就能听见山下 咆哮的水声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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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每秒四五米 四五米对 那如果要是一个体重一百二十斤的人 在这样的江水之下是很容易被冲走的 很容易冲走 就好像飘走一个萝叶一样就把你卷过去了 这么可怕 对 那我们再往下看看 走 这个山路很滑 非常的滑 我们要慢慢的走 全都是苔藓 而且非常的潮湿 然后我们要小心一点 两岸 你看对岸那些悬崖峭壁哈 下面有些扬长小路 弯弯曲曲来到江边 盟军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到渡口 沿江啊 这样熟度过来的 那个你看那个竹林象 那个像蜂窝状的 那个是那个 那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种沿绒景观 很漂亮的一组 平时是高高的在悬崖上 现在这个水啊 水位高了以后 看起来就很低了 现在我们真的就到了乌江边上了 这儿呢 就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之一 茶山关 那葛老师 当年红军强渡乌江 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渡过的 是游泳 还是搭桥 还是坐船 红军当年强渡乌江的时候 三种方式都采用了 就是当红军 红山军团大打乌江北岸的时候 他们沿途啊 收集了门板 墨料 竹子 还有绳子 这些渡乡工具 那么当红军 源于三号抵达乌江边的时候 挑选的突击牌 这些战士都是很精壮的战士 他们就赤身啊 这个带着枪 武装囚渡 就游过乌江边 那么来到那个北岸 就发现了船工黄德金 黄德金呢 就用一条小船 滑到对岸去 滑过来几床红军 然后因为 敌军在为了防堵 红军的时候 把乌江边的大船啊 全装上石头和沙子 沉在江底了 然后这些红军呢 就把这个大船给捞起来 当时那个黄德金 老人他就说 这些红军战士啊 有了十几岁 多数是二十几岁 沿途啊 行军作战 来到乌江边的时候 浑身都是泥 他们真是很可怜啊 当年红军战士们 吃的又不好 长途的行军跋涉 可以说是又冷又累 又饿又疲惫 同时还有敌军的围剿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强渡乌江 这是一种怎样的困难 我觉得站在这里 我们可能甚至不能感受到 当年困境的百分之一 面临这样的天险 首位乌江防线的军阀 他夸下了一个海口 那这位军阀是谁呢 他为什么又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呢 负责乌江防线的 就是前军的军阀侯之坦 侯之坦曾经说过 红军疲惫之师 乌江必难飞渡 但令侯之坦没有想到的 就是这只疲惫之师 只花了几天的时间 就飞渡了乌江 红军实现了乌江飞渡 毛泽东大步走到湖桥上 称赞说 真了不起 我们的工兵战士用竹牌做成这样的桥 世界上都没有 红军渡过乌江以后 先头部队的一部分 以顺雷不拒一银耳之势 来到了军役不远的团息 红军总参谋长刘博成 在这里布置了 攻占军议的决定 这个时候 六团的政委 王岐城和团长朱水秋 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红军 利用国民党的俘虏 去榨取军议城 那天天下得很大的雨 黑的伸手不见骨子 我们一言三连和侦查牌 以及全团的二十多名四号员 伪装成国民党的逃兵 在俘虏的带领下 很快来到了军议城 当时率领这支部队 是一营的营长叫珍宝藏 珍宝藏就对着军议城楼上的守军说 我们是外围营长 被工军包围了 我们营长已经被打死了 他说我是一个连长 带着十几个兄弟跑出来了 现在工军正在追我们 你们快快开开城门 让我们进去 守在城楼上的国民党军还不太相信 又问了他一些问题 珍宝藏是对大如流 其他的一些又跟在后面一起嚷嚷 就这样软磨硬泡了 大概十多分钟 城楼上的守军相信了 说好 我们马上就开城门 你们进来吧 城门这么一开 珍宝藏就率领我们的这个部队 一下子冲进去了 冲进去就很快冲上城楼 把敌人给控制住了 红军占领了军议城 中央红军占领了军议 为军议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刘老师的讲述 谢谢您 通过刘老师的讲述 我们知道了 其实当年红军西进贵州是经过了激烈斗争的 刘老师 红军攻占了尊义县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个意义就大了去了 一个是红军在这儿可以得到了休整12天 第二个 最重要的就是红军在这儿 中共中央召开了军议会议 说到尊义会议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个尊义会议啊 开的并不轻松 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尊义会议到底是怎么召开的 会议的内外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白家讲的特别节目